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夫唱妇随 译文 音乐要根据人们身份的贵贱有所不同 礼节要根据人们地位的高低而有所区别 上下要和睦相处 夫妻要一上一随协调一致 启蒙故事 举案其美 梁红是东汉民士 而且是个儒雅提倡的美男子 而梦光长得十分丑陋 但他却说 非梁红不嫁 人们讥笑他 笑貌丑陋不切实际 但梁红却看中了梦光的品行 毅然取梦光为妻 后来他们一道去了无地隐居 梁红在一个大户人家 聪明过活 他每次回家时 梦光早已为他做好香喷喷的饭菜 吃饭时 梦光不敢抬头直视丈夫 而是半驱着身子 将乘着饭菜的托盘 举至没钱 端给丈夫时 梁红的雇主得知这一情形 惊叹说 能使妻子这样敬重自己的人 一定不是平常人 于是他换了一间大房子 给梁红夫妇居住 必让他潜心做学问 举案其媒 是我国古代赞美夫妻 相敬相爱的著名典故 梁红和梦光成为一对 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从他们的故事中 我们明白了夫妻之间 邻里之间 亲朋之间 要互相尊重 相互包容 相互帮助 和睦相处